探寻世上奇闻 领略不同趣事 当年牛顿被树上掉下来的苹果砸到脑袋 因此发现了地心引力的存在 在这之后 人类和万事万物都没能逃脱地心引力的作用 但是让人觉得非常意外的是 在这个地球上居然存在不受地心引力影响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说过呢 首先是美国湖佛水坝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有不少人专门来这里做过类似的实验 他们站在水坝的最高点往下倒水 没想到水不仅没能往下流 还出现了往上升起的结果 这样的结局确实违背了地心引力的作用 但这不能说明湖佛水坝不受地心引力 而是因为水坝的建设导致了空气强烈向上流动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其次是印度反向瀑布 看到画面中这个瀑布的流向 大家应该都觉得非常吃惊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往上流动的瀑布 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存在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根据相关专家的介绍来看 这是因为当地强烈的风导致了这种奇怪的天然现象 最后一处就是安德拉邦支柱寺庙 据了解这座寺庙是由70根支柱搭建而成 但是真正到现场观摩之后就会发现 其中有一个支柱居然是完全腾空的状态 看到这样的状况大家都觉得非常稀奇 好像有一股力量牵引着石柱悬浮在半空中 为了验证是否腾空 还有人专门把纸和布放在石头下面 没讲到毫不费力就能穿过去 针对这种情况 专家至今没有给出合力的解释 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记得关注点赞哦